有些人去拜拜的时候也会求财运 那有些人就是有这个运或是有这个命 就是能够花小钱重大奖 我们每天买东西手上的统一发票 可要拿出来对奖 有的人花少少的十块钱 就可以重两百万 不过有的幸运儿到现在还没出现 可别是自己还没发现 编票声响测云霄 一位高雄市民在这家咖啡店 买了一杯十元的促销咖啡 只会中了统一发票两百万 每人限购一杯 那他就只是买了十块钱 就十块钱的发票 就中了两杯 因为一杯只要十块钱 每人限购一杯 这家咖啡店还曾经有消费者 中了二十万元的奖项 大概半年多钱吧 我印象 就是也是国税局打开 公司说我们有人中了二十万 同样令人羡慕的 也发生在这一家嘉义的大卖场 国税局人员和民众都拍手 鼓掌庆贺 中了两百万元的消费者 一位是花了一百多元 买民生用品 而另外一位是只花了十六元 买饮料 这个非常难讲 是台湾的第一次 在这个同一起 然后在同一家公司 中奖两张 这次统一发票开奖 南部总共有四个人 中了两百万元的特奖 还有人没有兑换奖项 赶快拿出发票对对看 说不定你就是幸运儿 中年新闻翁崇文 陈运龙侯国文 高雄嘉义综合报导 高雄嘉义维合报导